星光永存 回忆张国荣 张国荣 一个才华横溢 魅力四射的名字 他的明星气质征服了全世界的观众 1956年9月12日出生的张国荣 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他的明星之路 并迅速成为香港著名的歌手和演员 他迷人的舞台魅力和强大的演唱实力 为他赢得了无数忠实的歌迷 并使他成为乐与流行音乐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他成功进军影坛 在《英雄本色》、《阿非正传》和《八王别姬》等电影中 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表演 他的角色丰富多样 每一个都引人入胜 展现了他精湛的演技和对角色深刻细腻的刻画能力 张国荣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一幕 他是一位潮流引领者、时尚偶像和LGBTQ class权益的倡导者 他的时尚品位和独特风格影响了无数人 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 2003年4月1日 这位非凡的艺术家离开了我们 全世界都为之哀悼 尽管他已经离开 但他的音乐、电影和精神依然活在我们心中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张国荣的传奇将永远流传 他的光芒将永不熄灭 永恒的爱、唐赫德的不与深情 在张国荣辉煌的演艺生涯和个人生活中 始终有一位给予他爱与支持的人 唐赫德 张国荣轻易地称他为Daffy 他们近20年的感情 证明了他们之间身后的感情 unwavering loyalty和彼此词之间的尊重 尽管面临着公众的scrutiny和社会压力 张国荣和唐赫德从未回避过表达爱意 即使在张国荣不幸离世后 唐赫德的爱也从未改变 每年张国荣的生日 唐赫德都会分享heartfelt tributes 让他们的爱情故事永远先火 生日快乐 简单的祝福 无尽的情感 2024年9月12日 当全世界的歌迷都在庆祝 张国荣68岁名诞时 唐赫德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一篇感人的文章 以此纪念他已故的爱人 这篇文章配了一张张国荣的照片 照片中的他 Radiant and Full of Life 配文只有简单的两个字 生日快乐 这两个简单的字 却承载着千言万语 表达了唐赫德深辰的爱 和对张国荣无尽的思念 唐赫德每年在张国荣 生日当天的纪念 已经成为了一种传统 一种让他与张国荣的歌迷们沟通 并纪念这位他深爱的人的方式 这种纪念不仅仅是对张国荣的怀念 也是对他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的追忆 每一年的这一天 无数的歌迷们也会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他们的回忆和感受 共同缅怀这位传奇人物 这种集体的怀念 让人们感受到一种无形的联系 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情感纽带 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生日祝福 更是一种深深的情感表达 一种对逝去的爱人的永恒怀念 跨越时空的爱 歌迷纪念张国荣和唐赫德 唐赫德的生日祝福一经发出 就得到了全世界歌迷的热烈回应 来自世界各地的歌迷 纷纷在社交媒体上留言 表达他们的爱 支持和怀念 他们分享着他们对张国荣的难忘回忆 他的音乐 他的电影 以及他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 许多人对唐赫德表示感谢 感谢他让张国荣的记忆永存 并肯定了他unwavering devotion 歌迷们在张国荣生日当天的亲情纪念 证明了他对歌迷们 此产生的深远影响 第五部分 直面风雨 优雅面对正义 尽管张国荣和唐赫德的爱情故事 得到了众多歌迷的爱戴和支持 但他们也并非没有遇到过 criticism 在一个 grappling with traditional values and societal expectations的社会里 他们的爱情故事挑战了现状 关于他们关系的谣言和猜测 甚嚣尘上 而这些谣言和猜测 往往是由于缺乏 understanding而产生的 然而张国荣和唐赫德 始终以优雅和尊严面对挑战 他们的爱情故事成为了一盏希望的灯塔 证明了爱可以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第六部分 承明的代价 谣言和misinformation 娱乐圈光鲜亮丽的背后 充斥着对 sensationalism的 relentless pursuit 这也使得它成为了谣言 和misinformation的breeding ground 作为公众人物 张国荣和唐赫德 经常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为了提高销量 八卦小报总是乐于传播 未经正式的报道和fabricated narratives 这些报道不仅影响了 他们的个人生活 也对他们的职业生涯 造成了负面影响 公众对他们的误解和偏见 往往源于这些不识信息的传播 尽管面临着relentless onslaught of negativity 张国荣和唐赫德对彼此的爱 始终坚定不移 他们拒绝让外界的喧嚣 侵扰他们充满爱和支持的世界 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 承明是有代价的 即使是最善良的人 也可能成为malicious gossip的受害者 他们的坚韧和相互支持 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榜样 他们教会我们 无论外界如何变化 内心的坚定和对彼此的信任 才是最重要的 第七部分 坚强面对 唐赫德的坚韧不拔 张国荣离世后 唐赫德承受着 unimaginable grief and loss 然而 在巨大的痛苦面前 他依然坚强地守护着张国荣的记忆 保护着他的legacy 他成为了张国荣遗产的守护者 确保他的音乐和电影 能够继续与全世界的观众见面 唐赫德在逆境中的坚韧 证明了他的优秀品质 和他对张国荣的爱之声称 尽管面临着种种挑战 唐赫德对张国荣的爱始终如一 第八部分 辉煌的legacy 张国荣的enduring impact 张国荣的legacy 远远超出了他的音乐和电影 他是一位文化偶像 时尚先锋 和LGBTQ发权益的倡导者 他敢于挑战社会 norms 勇敢做自己 为更多人争取acceptance and understanding铺平了道路 张国荣对娱乐业的影响 是不可否认的 他重新定义了 乐与流行歌手的定义 将情感、脆弱和戏剧性 融入到他的音乐中 他勇敢地挑战现状 帮助打破了 barriers 促进了 greater tolerance 第九部分 以目之外 多才多艺的偶像 张国荣是一位 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除了成功的歌唱和演艺事业外 他还是一位 gifted songwriter 作曲家和电影导演 他的创作才华永无止境 他不断探索着用新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艺术理念 张国荣的创作才华 在他创作的众多热门歌曲中 可见一般 他的作品风格多样 从深情的 ballads 到 upbeat pop anthems 应有尽有 作为一名电影导演 张国荣展现了 他独特的视角和叙事能力 第十部分 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张国荣 永远的记忆 虽然张国荣已经离开了我们 但他的记忆 依然在全世界歌迷的心中闪耀 他的音乐 电影 和他留给世界的 indelible mark 将确保他的legacy 在未来世代中永存 每年 歌迷们都会在他的生日 和他逝世的纪念日 聚集在一起 纪念他的生平和作品 张国荣的故事提醒我们 真正的艺术可以跨越时空 第十一部分 永恒的爱情故事 世世代代的inspiration 张国荣和唐赫德的爱情故事 证明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 enduring power 尽管他们的感情 经受了社会压力 和公众scrotony的考验 但它依然是希望 和acceptance的灯塔 他们的故事 inspire了我们所有人 提醒我们爱无界限 张国荣和唐赫德的legacy 远远超出了娱乐圈 他们的故事将继续 inspire着世世代代的人们 提醒我们 爱 以其最纯粹的形式 是一种可以改变